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年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吗 全国有什么重点呢 怎么来抓到盘面主轴 今天为您请教分析师欧世俊了 世俊老师好 宁静 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台股开红盘之后 今天是用个大跳空缺口往上飙新高 这万八会从天花瓶变成了新地板吗 短线像是见准 还有见顶 累积等等 强势股都是急涨冲高的 台股虽然现在是创历史高点了 但是哪些个股短线起涨讯号才刚发动 怎么掌握到是最甜的一段 今天为您请教分析师曾英杰 杰帅老师好 平权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龙年开红盘 今天红盘表现真热到炸 世俊老师我们带大家看到 今天的一个台股 是用个很大跳空缺口 当然多数都是台积电的一个带动 指数最高来到了18725点 今天收盘也是创下了 是历史新高的一个好表现 那我们今天先看一下 法人的一个进出 外资当然在今天 力挺台积电 是呈现由卖转买的 兼大买台股562亿元 那这个买钞的金额 已经是创下了史上第五大纪录 那投信算摘在卖方 但进商也开始转买了 虽然外资目前期货进空单 稍微是来到了2600多口 但收益间指数已经是创历史新高 苏翔请教士俊 台股修市期间美股的急涨 特别是很多AI股狂喷 今天台股算有点补涨 但我们怎么观察它的续航力呢 好 那很简单 只要是今天的低点不要跌破 那就尽量不要看空 还是有机会续涨 好 那新的一年先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那是福气龙总来 那今天的行情它是四个字 叫做飞龙在天 第一天 新春开放盘第一天 就创一个历史新高 算是一个好兆头 那一般的投股法然是看说 第一季就会突破历史新高 到第四季 因为二三季可能会呈现一个 电子股的淡季 稍微做一点修正 再加上除全息 然后这个旺季 就是这些除全息的旺季 然后可能在第四季 就会挑战两万点 这是一般的投股法然的看法 目前来看是 今年是蛮有机会来挑战两万点 主要是在今天大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美股 我们在过年的期间 居然是一直涨 所以我们今天是呈现一个补涨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法的买卖超 今天外资买了560而已 创下一个历史的第五大 那我记得我最后一次上节目 是在这一根K棒对不对 就是在那天外资买了800亿 我们讲到说这个 期限或同步做多 应该不是 应该是起涨点 绝对不是中点 结果就往上喷出 那涨什么股票 很简单 就涨这个AI概念股 因为过年期间有三个利多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台积电营收又有预期 然后再来 辉达创高 辉达已经供到了739美元 对 那就是市值是1.83兆 是到了美国的 美国的上市公司第三名 他一次干掉了Google 也把这个亚马逊干掉了 所以说冲到了第三名 那辉达创高 当然台股的AI供应链 就整个很兴奋的 今天都全部往上供 所以你看今天涨 其实有时候不用急着去追 我们可以等下明天 因为今天是大部分的股票 都在做补涨 那明天才是真功夫的开始 到底是谁涨真的 谁涨假的 明天看比较准 好 再来像安某 上调营收财测 光这个今年就涨了169% 相当的可怕 所以台积电创高 会带动电子跟AI续墙 好 那这样涨起来 我们就简单看技术面 因为现在外资刚买嘛 所以看起来都还是偏多 今天的低点叫做18550 如果跌破 那就是你可能要减码股票 那什么时候多方会转落 把这个跳空缺口回补 当然这个缺口相当的大 它的缺口的上缘 在18115点 如果跌破代表整个大盘转落 没有以前 没有跌破以前 我觉得都还是偏多操作 那下半月 特别留意第一个回答财报 是 回答财报是2月21号 所以大家会有期待嘛 财报一定相当不错啊 那就一路涨到21号了吗 就是AI可能就是慢慢的温温的涨 至少不会有大幅的拉回 到2月21号以前 基本上只要是AI概念股 不太会跌 再来就是NWC展 今天很多这种细光子的股票 也沾上这个AI的概念股 直接往上冲 那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NWC展 2月26号开展 看有没有一些网通的股票 也会跟着补涨 好 那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一看盘 过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台北股是可以直接 狂喷五六百点 我们再帮大家做一次重点整理 这些整理我们要帮大家去看的是 接下来龙年的趋势 到底主轴要怎么抓 好 主轴就是AI 目前来看还是AI 因为你看美股它涨 但是涨的是这个废半跟纳斯达 其实道琼跟这个S&P500 涨幅没有很大 它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涨幅稍微收敛 主要是因为公布这个CPI 年增3.1% 本来市场预期会跌破3 比市场预期还高 所以可能5月份的降息几率 可能没那么高了 可能到6月份才会降息 浇了一盆冷水 但是因为这些AI概念股 像挥达 美超围 安某 其实最近都还在创下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直接带动台积电 台积电其实是因为公告 它的营收非常好 越成长22% 所以ADR大涨了12% 那我们今天台北股市 当然做补涨嘛 所以整个系列看起来 都是这个AI概念股比较强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MSCI季度调整 那这一次的台股权重是 两升一持平 之前都是被调降 不然就是持平嘛 那这次被调升 那种被动式基金 当然会回来买台股 好 再来日本股市其实 也不是说只有我们台股市 日本股市也创下了一个 三四年来的新高 好 再来是比特币 突破了五万美元大关 好 当然我们可以联想到 因为比特币就是比较像是 投机型的商品 投机型的金融商品 那只要比特币在涨 那市场上投机的气氛还在 所以整体看起来 目前还是投资电子股 跟AI概念股比较好 好 AI还是主軸 那刚刚施君有特别提到了 20月21号汇达财报公布之前 其实相关的族群都有机会 温温的一路往上涨 但你说了 明天开始才是见真章 他们谁的实力够强的一个关键 那当然今天很多AI股 一片都在涨 那为什么你都会挑台药来看呢 好 那在之前两个礼拜 就是一个月以前 上个一个月以前 那时候我们都是讲这个 AI伺服器的概念股 全部整个两个礼拜都在讲 那其实很多都大涨起来 不管是什么广达 伪创技嘉 我们现在找一些补涨的 先看这个6274的台药 它是国内四大CCL厂之一 那先看营收 因为营收已经大部分都公告完了 今天是最后的公布期限 它已经先公布了 一月营收14.97亿 年月双增 年增38% 那现在因为股价大部分的AI都创高 你一定要营收比别人好 年月双增 才有机会说再继续续涨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2383的台光电 好 那CCL大厂两家嘛 就是台光电为首 它已经先创高了嘛 而且老早就过高了 那你再把它切到6274的台药 好 6274的台药 今天才刚过前高而已 是 刚过前高而已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说 这个下半周要关注MWC展 那其实台药它大部分的CCL版 都是做在网通的 专注在高频高速 跟中高阶的CCL领域 大部分的很多都是网通的 好 所以它也抢转这个资料中心商机 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它800G的交换器材料 刚刚通过认证 所以上半年会开始放量 预计明年800G会超越这个400G 所以台药就受惠 筹码面来看 投信在 我记得在封关日那一天 它是买超第一名的 那天留上影线 今天直接掌停板 所以我觉得后续应该还有空间 那也沿着五日线操作 我不用急着去追高 好 那我们同样用这样的逻辑去找 同族群有望补找的 其实今天散热族群 齐红双红都涨停在冲高 所以见准有机会吗 见准也是有机会 它主要的主力的产品 在这个双马达风扇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同族群的 是3017的齐红 3324的双红 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这两档最近非常的强劲 都不知道喷到哪里去了 整理了大概一年 可能大概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 最近都用这种急行军的网上喷出 然后再看一下3324的双红 两档都已经 一档是469 一档500多块 相信会有一个本益比 拉高的比价空间 那我们看见准 见准的话它的原月份营收 是12.2亿 年增是46% 也是年月双增 那它的AI伺服器占比重 没有像这个双红跟旗群那么高 不过公司派有讲到 这今年的话营收可望超过15% 股价也比较亲民 100多块 那看一下股价 最近也是沿着五日线 慢慢的往上攻 那今天刚创高 连续两天 稍微留一点黑K 那你可以等到 一样等到回到五日线 或是这红K的二分之一 再做布局 那这档的话 头信是没有买 主要的买盘来自于外资 那说外资如果持续买的话 应该是还有机会去做公告 好 可是因为看到很多的AI族群 很多都是这样大涨一段了 所以现在大家会想说 我有没有跟AI有连结性 但是位阶还低的股票呢 对 一线的AI概念股 基本上都已经创高了 然后剩下一些AI伺服器 可能快到前高 比如说是这个技嘉 伟创广达 那剩下零组件 CCL部分 或者是散热 最近都很强 那我们找一档 第一个位阶比较低 然后也跟这个散热有关 AI的水冷 它是做什么的 我们先看这个4503的金鱼 它的本业 它是做这个自动AI的自动贩卖机 就是我们去 可能去买东西 会看到一些那种自动贩卖机 不是投币式的 可能是那种AI的 你可能按号码 它会自动跳出来 它就是做这个 客户包含了黑松跟统一 那跟AI有什么关系 有 它跟洪佳俊合作 它是私募 去年私募已经滑汗入股 所以等于是间接打入了AI供应链 它做什么 代工生产高阶AI的水冷室 跟静默式的伺服器相 所以说它也是跟AI扯上边 而且股价比较便宜 相对亲民 你看目前的话是59块 而且才刚转强而已 一个WD打完 三根红黑 然后突破年线关卡 如果这个高点 60.5能顺利站上去的话 WD打完就有机会去挑战前高 这个是有机会补展 可贵多参考 好 因为今天这台北股市 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龙年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 好戏才刚刚开始了 但是我要怎么操作胜率比较高呢 好 第一个台股创历史新高 基本上我们先不要预设高点在哪 追价还是相对谨慎 要买什么股票 我觉得参考第一个 我们会提供大家AI选股 像过年前有选到像是见准 然后像是还有这个奇鸿 这是AI选股部分 还有富士达 其实表现都相当强 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股票 因为搞不好你过年前把股票卖光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今天今天是开用盘第一天 它选了什么股票 我们就放在这个QR Code Light里面 你可以扫描 用相机扫描这个QR Code 或是你在你的Light打 小老鼠打WENG88 我们这个AI选股 甚至还有每天的早报直播 就放在Light 你就在这个右上角的记事本 点去看就有了 好 那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今天已经创高了 那AI的一个族群 其实今天真的是百花齐放 但是后续的一个续航力 到底怎么转握 在试卷老师的Light群座里面 有相关一些AI选拨 还有个股研究报告 可以给大家提供给 在农年相关的一个操作 进一步的一个参考方向给大家 好 那我们等一下会 持续带大家来看到 真到AI是持续在喷 今天的渐转跟进的旗红双红 挑战前高有望吗 今天台北股市留下了 这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 后续续航力 怎么来做一个观察 等一下再为您请教 杰帅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今天开红盘日 但股会有点两样的情 今天台币是扁6.7分的 中场收在31.45元的价位 那赶快来请教杰帅老师了 杰帅老师在过年前 就不断告诉大家 第一个要保股过年 还有他也预告 过年后我会留下 很大的跳空缺口 果然在今天真的发生了 那我要请教杰帅老师了 因为看起来 你之前已经预告在前面了 指出今天用个大跳空缺口 往上创历史高点 大家只是想知道 真的有机会见值2万吗 好了 谢谢婷娟 首先今天先恭喜全国的股民 全国股民如果有看我节目的话 我相信今天应该每个都笑到 何不容嘴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年前我已经事先预告 一定要报股过年 而且我跟大家预告说 过年之后会有个跳空缺口 有没有 那果然今天 它真的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 那这个跳空缺口出现之后 刚刚婷娟问到一个问题 到底2万点有没有机会来挑战 我跟大家讲 今年会非常有机会看到二字头 为什么呢 来 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行情 各位首先回到之前的 11月中旬的这个行情 记不记得我在过年前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跳空缺口 有可能再复制一次 果然在今天 如同我所预期的 今天果然再复制一次 而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跳空缺口只是一个小缺口 它竟然可以往上冲到这个接近1万8千点的位置 如果这一次跳空缺口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它有机会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复制2千点的行情 我认为是大有可为 所以我说现阶段来看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真的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在那边担心说什么涨这么多了 现在买股票会不会买到高点 因为现阶段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败向 各位想想看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好 今天外资三大法人合计买超600亿 各位18500点 人家敢买600亿 难道说人家真的是傻瓜吗 不可能 如果这也是高点 他们为什么敢买600亿 所以从这地方就可以看到台北股市的趋势 目前还是稳稳的由多方来掌控 那我今天节目一开始 为什么会说今天看我们的股民开奖节目 尤其是我的部分 所有的股民应该会很开心 因为在过年前你只要有听我的话 而且按照我股民开奖所布局的股票的话 今天应该每一档都应该笑到合不拢嘴 那当然现阶段空手的人要怎么布局股票 这也是一个重点 我讲过了 现阶段你要布局股票跟过年前一样 找那些还没有涨的股票 12月份没有涨 1月份没有涨 而且现代趋势般多的股票 一样可以做多 首先MACD一定要形成黄金交叉 我说这是股票犯多的一个训绕 再来它要攻击发起的时候 一定要出现一根到数根的 突破整理平台的K棒 那我也讲过 投资朋友 你们本身如果没有时间看技术现行的话 可以借由AI人工智慧的方式 来帮我们找出这两个条件 成立的股票 我也是这种方式 找到一档又一档的标股 所以基本上 我说了现在的AI人工智慧 真的实在太重要了 各位我们看到今天AI是不是都大涨 但是代表说AI的重要性 真的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越来有越重要的一个地位了 那再结合技术分析的逻辑 我说了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 趋势番多的强势标股 而且底部一起涨 马上就可以做进场 好 我们今天就来讲三档股票 今天这三档股票 都是过年前跟大家分享的 而且有两档亮灯涨停板 一档一档来验证 来首先讲第一档股票 各位过年前跟大家讲什么 3044这一档见顶 它在12月份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涨而且一月份的时候 还直接跌到了173块 各位我们看到 当时我在股民开讲节目当中 我就跟大家大胆的预告 这一档股票可以爆股过年 为什么 因为它的趋势在一月底的时候 才刚刚翻多 各位我们看到 如果你在一月底听我的话 爆到现在已经是一大段了 今天还是赚了一根扎实的涨停板 而这一档股票 其实我是怎么找到的 其实透过AI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发现到 这一档股票在1月30号的时候 它的趋势已经转多 而且最重要是2月5号 封关日那一天 它竟然又出现一个加码讯号 你看AI厉害 封关日那一天 它又出现一个加码讯号 所以如果说有AI的帮助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很清楚地 找到这档股票 而且1月30号 你会在190块以下就布局 来到了封关日那一天 203块再布局一笔 那这档股票我们预告在前面 有啊 我说了 我所有的股票 只要我在股民开讲 跟大家所讲的股票 一定都有事先预告 然后事后做验证 这一档股票 我们在1月30号那一天 下午4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公布在 我们Lite的一个记事本里面 那我说过了 我这一个记事本 每天都会帮大家找寻 刚刚趋势转多 底部起涨的个股 像今天 请婷娟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 你看到了什么 今天也是有两档股票 一档80多块 一档100多块 好的 那观众朋友 一定要注意听 今天这两档股票 一档80几块 一档100多块 我说了今年是飞龙在天的 一整年 各位 你们如果真的心动 真的就要马上行动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们之前 我所讲的见底 没有买到的话 今天这两档股票 是我花了很多时间 精挑细选的 一档80几块 一档100多块 都是趋势刚刚转多 而且在12月份跟1月份 完全没有涨的股票 所以心动 不如马上行动 现在就可以直接拿出 你的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直接扫描之后 直接加赖之后 就可以看到 我今天到底帮大家准备了 哪两档 底部刚刚出现 起涨巡奥的个股 错过了见顶 这两档真的不要错过 因为这个行情 是一个飞龙在天的行情 如果说 各位糟蹋了这个行情 我觉得是有点抱舔天物 所以说这个行情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再来讲第二档股票 第二档股票 之前也有跟大家讲 叫见准 今天再涨4% 来 各位这档股票 你看一下 我所讲的股票 都是12月份 没有表现的股票 1月份 他真的看到底部之后 这里趋势一转多 马上就整个一飞冲天 如果说你们可以 用我这个方法的话 我相信 这个年你会过得很开心 因为你会抱对股票 而且随随便便 要赚一根涨停板 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当时为什么 我会分享这档股票 各位可以看一下AI 他在1月22号那天 趋势转多 而且1月29号 在1月底的时候 他又出现一个 加码的买进讯号 重点是什么 我有没有讲在前面 我说了每一档股票 你只要看我的节目 我都是预告在前面 分享在后面 验证在后面 这档股票在1月22号那天 下午4点钟 我们就已经跟大家预告 所以我说了 基本上看我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们真的可以从电视上 就看到哪些股票可以布局 而且是很轻松的布局 而且事后 你会看到我在分享 这些股票的时候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笑得很开心 因为你们手楼上 都会由我所讲的这些股票 所以你应该现在是翘着二郎腿 在看着我的节目 好 讲完了第二档股票之后 再来讲第三档股票 立基 这档股票更漂亮 今天来了一根漂亮的掌停板 新春开放盘 如果各位有听我的话 基本上之前在这个地方 在整理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告在前面 真的 因为1月份的时候 它是落底 直接跌到158块 今天冲到了198.5 来各位 158块半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它是第一点 但是重点来了 你有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就是利用MACD黄金交叉的时候 而且又突破成整理平台的 K棒出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一根K棒 大胆的做重压买进的动作 而且是报股过年 这样一来的话 今天这一根掌停板 你完完全全看得到 而且也赚得到 而且我说了 这些股票 我们都是利用这个AI 人工智慧的方式 帮我们找出来的 基本上股票讲真的有一千多档 你要我每一档一档去看 我真的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找出这个底部 出现翻多训绕股票 像今天有两档股票 我刚刚讲了 一档八几块 一档一百五十几块 讲真的 都是AI在今天发现 它趋势转多 而且又出现了 突破整理平台K棒中 我才敢在我的记事本里面 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档股票 1月26号那一天趋势转多之后 2月2号 各位有没有看到 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2月5号是封关日 2月2号那一天 又出现一个加码的买进训绕 到今天各位都看到了 也验证到了 如果说你有把我话听进去的话 这一档股票 各位今天应该是 赚到涨停板的 然后当然这一档股票 我们也有在 1月26号那一天的 下午4点钟 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说了 今年这个行情 基本上难度不高 很好做 但是前提是要选对股票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们真的没有选对股票的话 我刚刚讲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赶紧拿出你的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看看到底接下来 有什么股票可以布局 特别是嘎空手的投资朋友 那当然基本上 你们如果不想要买什么股票的话 就赶紧加入我LINE 找不到好股票 直接来找结帅 一样可以找到好股票 那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记事本里面 还有很多重要资讯 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今年一样持续的服务大家 首先早上9点半 每天大盘的技术 分析研究报告 我们会提供一份 到了下午3点半 各位这个直播节目不得了了 我每天会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布局的股票 包含进场的买点 还有我预计要出场的卖点 都会在我的这个直播教学影片当中 跟大家完全公开的来做一个说明 那当然到了下午4点钟 像今天我说有两档股票 真的走过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每天金悬底部起涨的个股有两只 一只八十几块 一只一百多块 如果说在过年之前 各位没有布局股票的好朋友 现在想要买股票了 就赶紧来找我 那我也讲过了 今年2024年 飞龙在天 我讲对了 百花齐放 我也讲对了 这两句成语我都讲在前面 我希望能够跟全国的股民 再进一步的交朋友 如果你找不到好股票 或者是你首帮的股票 今天不如预期 根本就没有表现 你想要换股操作的好朋友 赶紧直接加赖跟结帅交个朋友 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 怎么加赖呢 来各位 一样的方法 过年期间大家放假 可能都忘记 我们再复习一遍 第一个方法 拿出手机 对准这个QR Code 给它扫描下去 五到十秒钟时间 你就会找到 第二个方法 透过我们的ID 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那各位 有没有看到我写的 台股飞龙在天 鉴子万九 我跟你讲 这个鉴子两万都有可能 不止万九 那各位只要加了line之后 记得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赶快 回复数字键888 来索取我今天的直播 教学的网址 里面有更多的 实战操作的一个 说明还有教学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 加了line之后 一定要到纪事本里面 看一下我今天帮大家 挑选出来的两档 最新底部级档的个股 一档八十几块 一档一百多块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要了解 我们的人工智慧选股 教学影片的话 在你加line之后 直接回复888 三个数字 我们就会直接把 这个完整的影片 传送到各位 你们手机的line里面 你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如何重压股票 如何报股过年 特别是像今天 各位看到三档股票 有两档涨停板 都是讲在前面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欢迎踊跃地来加line 让我们在今年 飞龙在天的一整年 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开心心 轻轻松松地 在股市里面 赚到你应该赚到了钱 欢迎各位踊跃地来加line 台北股市今天创高 接受老师请提示大家 台股飞龙在天 要见只万九甚至两万 但怎么挑对股票 可以在结束老师赖俊中里面 找到更多的用AI人工智慧 挑选出来的股票 给大家来做 底部起奖的步骤